感谢大家今天过来听探索JavaLine 一个轻量级的Java跟Colin网页框架这个题目 那还是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是谁 我是Rekha 那我其实是一个后端工程师 就很多写Colin的人大部分都是Android App的工程师 但我其实不是 而且我第一份语言其实也不是Java 或者甚至也不是Colin 那结果第一份语言是PHP 我从2012年开始写后端 那他其实在快速开发的时候很棒 就我到现在还是觉得说 就用PHP做快速开发是一个很棒的选项 那我现在工作也是很大一部分用PHP 但是他在处理一些场景的时候很麻烦 特别是一些效能要求的时候 因为如果这边的观众有写过PHP的这个时候 其实还是有的 我以为大家都写Java 那如果你常写PHP的话 你会发现效能其实真的不是PHP这个语言的一个长项 那如果更进一步就是我在处理一个非同步系统的时候 那就更麻烦了 通常都会都跳过语言用别的solution来做这个事情 那那时候我就在研究说 那我应该要怎么办 如果今天我受到一个需求 它是一个效能要求比较高的一个高并发系统 或者是一个 因为他有存取第三方 API 有个非同步系统 那我还怎么办 那我在2019年的时候 接触到Katlin 就过程中我有接触一些其他语言 我有接触过Java 我有接触过Rust 然后也有看Golain 甚至有看Note.js 虽然在过程中我就很讨厌JavaScript 对 那我都没有很喜欢那些solution 那我后来就接触到Katlin 就觉得Katlin这个solution还不错 我才研究一下 然后有幸在2020年的时候 讲Jesse Khan 然后在之后就是渐渐讲 然后在2021年的时候 刚好有一个交接的管理 管理的交接期 所以我们就把TianColor User Group 接手过来 然后之后就一路讲到现在 那在2023年目前 大概就是会讲 我们Covka已经结束了嘛 7月的时候已经结束 然后再就是现在我们讲 那个Jesse Khan 好 那今天我大概讲这些题目 就是Katlin跟JavaLin这个框架 还有一些他的写法 然后稍微简单的说明一下 为什么我想介绍JavaLin这一个框架 那Katlin在座这边 没有听过Katlin这个程式语言的举手一下 没有听过的 所以大家都听过 有听过Katlin这个程式语言举手一下 这太好了 感谢 因为其实在几年前 这件事情还并不是很 人尽皆知的一件事情 就是就很多人不知道Katlin这个程式语言 我们稍微找 这可以麦克风给人提问吗 那个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你觉得Katlin是一个什么样的语言 对 对 没关系 那看下一位 试试看 Katlin Katlin是就是很简洁高效的语言 简洁高效的语言 好 谢谢 大家怎么那么害羞 下午三点大家还有点累了 那您觉得呢 因为公司用Katlin 是 对 所以我要喜欢Katlin 没有啦 跟前面这位说的一样 我觉得你的答案也很好 就是为什么我爱这个语言 因为公司爱他 所以我爱他 我爱我的工作 这是一个很好的答案 我们也感谢一下 最听众的 谢谢 好 那Katlin这个语言呢 确实啊 就在前几年 就如果刚刚讲 2020年的时候 讲的时候 大家还对他是很陌生的 但很好 很高兴到2023年 就大家已经 越来越知道这个语言的存在 那他其实是 2011年的时候 由Jbrands开发的一个程式语言 这件事情 很多时候我们讲的时候 那不是Google开发吗 因为Google很努力推广他 他其实是在 2017年 Google I.O.的宣传的时候 那那时候宣布在Android上 为Katlin这个语言提供最佳资源 那那时候才比较跳入大众的视野 就是说 Google讲 提到这个Katlin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语言 其实在2011年的时候 Jbrands开发出来 他并不是那么的为人所知 对因为毕竟就是 其实2011年如果大家对 有在关注城市语言的一些历史 然后去比较的话 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语言 就是你跟老牌的Java C啊 C Sharp等等去比 其实他都非常年轻 那他有几个特性 一般我们都会讲官网的几个重点 像刚刚前面几位提到的 就是他是一个简绝的高效的 高效比较 老实说高效比较一般比较难讲到 因为毕竟比他高效语言实在太多 像那个Golang啊 或者是Rust等等 他们因为比较相对底层 他们效率都冲得很高 但是语法的简洁性 我觉得是相对无庸置疑的 特别是如果他比较对象是Java的话 Java的 呃 我们讲繁琐或者冗长的程度 其实很 其他语言相较之下 真的是难出其右的 然后还有他的安全性 因为毕竟他是一个相对年轻的语言 他可以纳入一些比较 呃新的时代的一个想法 比方说Nor Safety 什么是Nor Safety 就是我开个变数 那预设是不能给他Nor的 你必须要特别标记他 他才能给Nor 这有什么好处 这好处是我们在编译期 我们发现一个没有被标记为Nor的变数 他有可能是Nor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立刻检查到 然后立刻说 你忘记做NorCheck了 那我们立刻提示你 这样就避免你在Runtime的时候 才发生那个Nor Pointed Session 这在写Java的时候 非常多人遇到的 那第三个是他的兼容度 就是 Colin在设计的时候 他就有考量到 我们不要做 自己的一个 只搞自己的一个生态圈 我们要能够纳入别人的生态圈 把Java以前所写的那些Library的生态圈都纳入进来 所以他在设计语法跟他在设计它编译出来的结果的时候都考量到这件事 这也是为什么Google在从Android切换 他的Android从Java切换到Colin的时候 他可以相对的无痛 他真正要克服的反而是 一般开发者对于Colin的陌生 还有就是熟悉度 这个还有一些担忧 说那我以前的Java的那些 Colbase全部都丢掉了吗的这个担忧 他反正要克服这些 至于他的那个切换过去 会不会他导致原本的那些Android上面的一些底层的Col都不能用 这部分反而没有那么可怕 对他不用说 因为上面规定Google要全部换Colin 那我是不是全部Colbase就JavaLibrary Android的Library我全部都要重写 反而没有担心这一块 那另外还有一个这是比较近的新闻 就是大家知道TIOB Index这个东西吗 知道有些人点头 有些人看起来很模糊 TIOB这个公司它是专门做语言的 一个consulting 那他会每个月他会排一个榜 说根据他们所收集到的资料 这个城市语言的关注度 在全世界的排行大概是多少 当然这有点偏见啦 就是他可能会稍微加一点钱 他觉得哪一些东西 上面的询问度比较有价值等等 但我们还是把这个当作一个可参考的数值 那在今其实就上个月嘛 2023年9月 那他们说有一个大新闻是 Colin这个城市语言 在那个TIOB的Index上面挤进了前20 而且是重新挤进 因为他上一次挤进应该是 就是Google宣布说 我们Android开发用Colin作为一个核心的语言 那那一阵子有一个短期的新闻冲刺 但后来热度又慢慢退掉 大家开始重新关注回C啊 C Sharp啊 甚至于最近Rust其实也声势很看涨 那在最近我们终于慢慢的累积 然后逐步逐步的有一些东西开发出来之后 慢慢的我们又回到了大众的视野 就比较算是比较被讨论的主流语言之一了 好 前面大家讲的就是Colin这个程序语言 那现在我们来讲JavaLin这一个框架 那JavaLin是什么呢 根据它的官网 它是一个for Java and Colin的一个web framework 那这种web framework其实很多啊 那为什么我们特别讲JavaLin呢 它有什么好处 第一个它again又是一个轻量的框架 它跟Spring Boot不太一样 它是一个相对比较轻量 然后功能比较少的一个框架 那第二个就是它的功能相对确实比较少 所以它使用上比较简单 这个我们等等我们看到的时候 我们就会体会到 那第三个答案就是 为什么我这一次会选择介绍它的原因 因为它可以选用Colin作为它的开发的一个语言 这在官网上就可以看到 就是它的demo code都会有一个tab 可以切换这个功能用Java写是这样 用Colin写是这样 那这一个切换 至于它有多简单呢 这是它的code base 这也是放在官网上的 就是它的核心功能只有7000行左右 the line of code 那它测试大概是1万行 就这样 就是一个这么简单的code base 那大家熟知的 大家应该都熟知Springboot 有人知道Springboot是什么 取个手 知道的 不知道Springboot是什么的举手 不知道 没关系 那稍微讲一下 Springboot就是目前 如果用Java开发后端网页框架 一个非常主流的一个网页框架 它是属于那种包山包海型的网页框架 就是都串资料库啊 然后做可以串接快取啊 然后产生JSR等等都可以用 那它跟Java就很不同 那大家猜一下 就是像我刚刚讲 那么多功能的一个框架 它大概要多少行 才可以完成 我刚刚讲那些事情 10倍70万 70千就7万行 7万行 再往上有没有再猜一下 10万行 100倍 70几万 没有到70几万 那个对比Springboot的话 它大概是 41万8千行左右 这个是公开的资讯 就是你只要GitHub破下来 然后稍微 那个统计数据爬一爬 你就会知道 它的Java code大概是这一些 那对比出来 哇没有到100倍 但其实也差蛮多 快60几倍 那这么多的差异之中 那它写法到底差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JavaLine 它的写法 安装 这边我用那个Gradle来安装 它基本上就是拉一个套件下来 其实某种程度上 它你都甚至可以说 它不像这个frameware 它有点像是一个plugin了 因为如果是其他的话 其实要建立的话都蛮花费 这个环境设定的 甚至如果是Springboot的话 你都要用 通常都不会建议你 直接起一个专案 然后破plugin下来 你应该都是用 start.spring.io 去建立一个 然后勾选你要的 对应的framework 跟对应的套件 它会帮你安装下来 JavaLine不用 你就是开一个全新的 空的Java 或者Cutlin专案 然后塞这个 implementation 然后把JavaLine 拉下来就可以了 然后它的hello world 就写起来就这样 就是我们new一个 JavaLine物件 然后create 然后第二行 第二行有没有人要 猜一下这个是在写什么 收到get 就回复result 然后result就是一个hello world 然后start.7070是port的 看起来就很单纯 就从707070port打开 然后如果这个7070port一旦get 跟目录 那我就回hello world 就做完了 对其实确实也是如此 就这段扣局就这样 很简单 那我们如果要用JavaLine来做一个CRUD的话 我们首先要先建立一些资料 如果有在写网页后端框架的话 可能就会发现 这跟我们一般讲的CRUD不太一样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一般讲CRUD一定会去 碰什么 我们讲CRUD一般都是讲资料的CRUD吗 所以一般都会去串资料库 对 然后我们就会说 哎那你应该要 比如说用hibernate 或者是 比如说你要做什么 装什么ORM啊 然后我们就写资料库的账号 密码等等等等 但这些东西JavaLine 其实没有内建的 他小到他甚至没有主动串资料库的内容 所以我们在这边练习 我们要怎么建一个CRUD的结构的时候 我们只是用一个e-memory的 就我在资料库里面 不是资料库 我在我的程式里面写一个data class 然后宣告我这个有一个user 那这个user他对应有名称 有email有id 这边如果大家对Colin不够熟悉的话 可能会有一点陌生 有没有人不知道data class是什么的 都知道 太好了 顺着讲下去 那再来我们就建立一个classdao 那这个dao他就是对应的一堆 一堆那个users 所以我们做一个hashmap把它塞进来 然后我们这边只放一个id 这里用那个java内建的atomic integer 可以自然的取得我们的那个序号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资料的结构建立好了之后 我们先做一个read all 我们怎么把现在的userdao里面 全部的user读出来 其实就 首先我们先起一个javalin物件 那建立一个userdao userdao的建立就如大家所熟知 Colin的写法 就是等于userdao就new出来了 然后我们建立了一个javalin物件 这边我们稍微补充一下 我们如果读到accession的话 我们把它错误prinsed trace出来 那如果notfound的话 我回一个jasonnotfound 接着我们加上一个route 这个就是 虽然说很少 但他还是提供了这个功能 就是我们的app可以塞一个route进来 那第一行 如果你看官网 他还是murmur了一下 他说 其实不应该放第一行的 但是因为太多人跟我抱怨 为什么装案起起来 然后就404拿爆了 所以他就 那你就第一个root 你就导回users去 可以看到全部的内容 其他第一行是不需要的 其实重点反而是第二行以下的 就是如果我getusers 我就把整个userdao.users 他就是一个list 全部jason抛出去 那那个javalin 就会自动帮你包成jason往外丢 就结束了 对 沉淀一下 大家可以想想 跟自己过去开发网页的时候 如果有开发网页的经验 跟自己过去开发网页的时候 经验是不是不太一样 然后再来 哎为什么两页 好 再来是rewind rewind的做法 当然首先我们的userdao 要提供一个新的读取单一笔资料方法 我们用id来找 那我们这里就很正常的一个array的query 就是我塞id给他 那就从那个users阵列里面喷一个user给我 那我们这边一样 我们回他user 就usify id 然后塞进jason 其实就可以了 那至于我要怎么拿到id呢 我们在这边的get 我们这边用大括号放userid进来 他就会进我们的pathparam里面 pathparameter 那我们就可以拿到 然后转成int 我们就可以放回我们前面的int 那这边我们要注意 他可能是拿不到user的 所以他这边加一个问号 拿到nor 那如果他拿到nor怎么办 我们这边做的比较简单啦 我们就直接强迫他不会是nor就好了 就如果是nor他就自动跳过即可 这边我们rewind也就写好了 好建立资料 然后忽然有没有发现 其实java link的call甚至都比 我们那个在帮物件做的call要少 这边是建立资料 我们先拿到id多一个 然后我们就在我们的阵列里塞一笔 新的资料进来 那写的方法也很简单 就是user.dl save跑进来 然后我们的name 都是将我们的body 转换成userclass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user当作 就跟我们的user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就把它塞进来 就是完了 那这我们回一个201 就是creative API出去即可 然后update 这边的call就不细说了 就很显然 就是他怎么去更新他的资料 那我们一般更新 我们是用什么 那个php 那个不是php htb的动词 我们知道 put是一种 还有另一种 我们在建立资料的时候 用post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有个post函事 然后有时候我们用put put是一个更新资料方式 没错 还有另一个patch 有没有知道他们两者差异 不太清楚 patch它有一点像是补丁的 这个英文字译它有点补丁的感觉 所以我们要修改一个资料的部分资料的时候 我们用patch 那我们如果是要一个资料拿过来 我们要修改他部分资料 可是我要将我全部的资料都写进去给他的话 我们用put 那这边我们用patch来做 所以我们这边其实也是一样 我们收到的user 然后用body as class把它转成一个我们的user物件 然后丢进去对应id是这个 然后对应的user 直接user塞进去 因为这边user会宣告他行别 这样我们就做完了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他功能其实很少 他就他也讲了我才7000多行 但其实他做这些东西其实都还蛮完整的 我要做一个简单的crud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然后这我回个204 no content出去就好了 那再来就是delete delete的这个答案就是更单纯就remove掉 那这边我们一样我们收context parent user id 然后将这个userDL delete掉之后 我们就可以回no content出去 我们就做完了 所以他的crud就是 用java link来做基本上 就是这么的单纯 基本就是有点 就是很简洁啊 有点像是 我把我想做的事情就用英文打一打 事情基本上做完 他比较没有像 如果你有比较大型框架 你还要说我要设定什么 然后我要trace进去 这个设定他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等等等等 那为什么我在这边要介绍java link呢 就到了这个不可逃不可避免的问题 因为如果各位说 那我工作上会不会用到java link 大家听到现在快要半小时 工作上会想用java link的举个手 没有人敢举手 对为什么 因为我是说实话 我自己也不愿意 也不会认为说 在这边跟大家讲java link这个东西 这样写 那大家就 哦 你就 那个我也不会说 在这边就是java link 介绍完之后 大家就说 哦 那大家都可以回去 就跟公司说 我觉得java link 有这么多好处 那大家开始写 为什么 因为 其实你还是要考虑很多现实的面向 现在会用colin写后端的人的比例 然后java link他 那会用java link这个框架的人的比例 那还有我的专案的属性 我真的不用穿资料裤吗 我真的不用做一些 呃 目前java link还没有提供功能 像是线流量啊 像是在某些地方 我要导向啊什么的 我真的都不需要吗 我认为 在工作上能够完整 用到java link这个框架机会 还是很少的 那为什么我还是要介绍他 第一个 呃 因为他其实是一个solution 就多一个选项 那我们拿他来跟 各位可能可能 比较远的话可能看比较困难 我稍微讲一下 这个是一个web framework的benchmarks 那我们拿他打plain test 来做一个比喻 就如果存回复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cater目前还是比较快的 分数 这排名分数是比较高的 然后再来是java link 再来是sprint 这其实不太意外 因为sprint他提供那么多功能 那你要让他在一个简单的功能上 比其他单纯的框架都要快 是比较难的 即便他做再多的优化 因为他还要做很多 那个例如说像ioc 例如说像 串资料库等等等等的 那这一些东西 那个cater也没cater也没有包到 java也没有包到 那你要比他们快是很困难 那我在这边比较之后 第一个我们可以做多一个选择 那如果你今天想要写一个完整的专案 完整的功能 你要跟其他同事合作 你可以用sprint 因为他的开发速度也比较快 会的也比较多 那你今天如果想要做一个快的microservice的功能 其实你可以选cater 对就是你选cater的话 那他毕竟背后有 那个java的扶持 就他的开发稳定性也会比较高 那什么时候用java0 我自己认为 是如果你今天在 做一个小型的测试用专案 你不一定要很快 然后你的目标只是 我赶快把它写完 赶快外部打一打就好了 的时候你可以用java0 做一个测试的专案 或者是你自己在私下研究 我想要知道一个网页框架 他到底背后做了什么事 底层做了什么事 像如果你去看java0的官网 他会很公然的告诉你 我的底层就是用 应该用jetty 我就是一个jetty外面的rapper 那我在摸到jetty之前 我做了什么事 他只有7000行 所以你稍微browsing一下 看过之后 我认为问题不大 你就知道到底 作为一个框架 他在前面 delete这个function 他要做什么事情 那他要怎么拿path parent 怎么从我的那个path里面 拿到对应的那个parent 或对应的query string 要怎么拿到 然后我这边传出去的status 我要怎么让他变成一个 对应的htv status code 那随着时代的演进 现在的carlin 他已经不再是过去一个非常小众的生态系 我认为他现在已经逐步逐步的变成是一个 成长中的一个生态系了 就不再像是以前 这个东西我只能选这个功能 这个东西我只能选这个框架 而是你每一个需求 包含 我想要拿他来做 那个网友后端 我除了用 Springboot 我除了用quarkus 我除了用 那个cater以外 我还有更多的选项可以多看看 当然他现在还有很多 不成熟的部分 比方说 如果像他拿他来做desktop 那你只能用一个叫tornadofx 而且这是一个 已经蛮长时间 没有人在维护的一个专案 不过话又说回来 就我今天看到我也蛮惊讶的 现在这边有人用 开发上还需要做桌面应用程式的举个手 对啊 为什么这个事情 蛮让我个人惊讶的 就大家已经没有在开发 桌面应用程式了 以前我也觉得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但现在看起来并不是 就如果各位工作上 需要开发server side 或者甚至开发一个client side 无论是desktop或者是网页的 我觉得都可以多看看 Colin这个东西 以及他对应的生态系 其实他是一个成长之后生态系 并不是越来越少的框架这样子 好 以上是我的分享 我稍微总结一下 第一个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题目JavaLin 那JavaLin是什么 他是一个很简单的framework 然后为了 你可以用Java写 你也可以用Colin写 今天我介绍 主要还是以Colin来讲 那他的特性 我们有轻量 就刚刚已经看过前面的那段程式嘛 应该发现他真的是很轻量 就是我甚至介绍的时候 我其实写一写我也有点心虚 就是说哎 他功能那么少 我到底要讲些什么 然后简单 就是他的line of code 大概就是七千多行左右 所以他测试码 都远比可能他测试码都比别人一个plugin 还要少 那另外他也是用Colin写的 如果你对Colin这个程式语言有兴趣 想要偶尔练习一下的话 可以用Java写写看 那这是他的code base 就我们刚刚讲到 他只有七千号 实在是一个很小的专案 那如果你有想要 试着去阅读原始码的话 我个人认为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起头 这起码应该是比读 Spring Boot要简单很多 大家露出一个微妙的表情 想试着读Spring Boot 好 那最后还是要宣传一下 就是如刚刚我的字界所说 我是Tilent Colin User Group的Organizer 所以如果对 那个听完我演讲 对Tilent Colin User Group在做什么 有兴趣的话 可以来这个网站 可以看一下我们到底在做些什么 我们历年来演讲 乐会跟年会的经历 我们都会放在上面 然后也会放一些Colin的教学等等 那最后 如果听完我的演讲 对我个人有兴趣 可以来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算部落格看一下 有点黑底 那我这边写的是就推广后端技术 然后包含Liraville 还有Colin后端撰写等等 会写一些技术文件 然后后端开发的一些心得等等 这样 然后另外我们Tilent Colin User Group 因为之前的那个我们的Line的群组满了 就是读书会已经超过过500人 所以我们开始用社群 那如果大家对Line社群有兴趣 就命名讨论比较有趣的话 也可以搜寻一下Tilent Colin User Group的Line社群 你可以加进来 或者如果你找不到 你不知道怎么找的话 等一下会后可以来找我 我们可以把你加进去这样子 好 以上就是我演讲的内容 谢谢大家